那有一個方式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說你的抖音對到不對 這個方式要怎麼辨別 就是說我們的聖代 就是在我們的喉結的上面 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話的時候會震動 你摸它會震動 大家可以再試試看 我們現在就看了 這個地方 所以呢 在唱歌的時候 如果你說抖音的時候 只有用到喉嚨 沒有用到丹田 你就把它抖動這邊 它會那個抖音會不好聽 你注意聽 譬如說 我路啊 有沒有 這就是不對的方法 就會抖音 抖音用手去摸它 它那個抖音的音頻音準就會跑掉 然後如果用正確呢 就不會有影響 你看 我路啊 就不會有影響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做嘗試 你發長音 然後去 手在這個喉嚨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喉管的地方 你把它抖動 一抖動呢 如果用到喉嚨的地方 只有用到喉嚨 它聲音就會變 會比較薄 所以是要怎麼打 就是你要去 喉嚨 這樣嗎 歸嚨啊 歸嚨啊 對 這個就是喉嚨 這就是喉嚨 然後你加上肚子的聲音去抖它 歸嚨啊 歸嚨啊 都沒有影響了 這個就用到丹田 連加喉嚨的抖音 所以比較好聽 這是高級班的課程 這個好像有點難度了 像我們還沒有入學的 根本連錯誤的也不會 哈哈 謝謝老師 所以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